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当然 我可以开开 从目前我们搜证发现的线索来看 这五个人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死者 多精帅气的公爵 但是性格相当孤僻 这位荣大小姐 别看是个大小姐 但是家道中落 濒临破产的边缘 实际上过来翘翘墙角 勾引一下对方 这个律师和死者 两个人心照不宣的 去保守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这个古堡的女主人 死者的合法妻子 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是名存实亡 究竟他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在搜证的过程中 她居然还当着我的面和管家 哈哈哈哈 我都不好意思说 所以这个管家 在这个大宅子里面 表面上是管家 但实际上 两个人眉来眼去 如果说 这个管家和女主人之间 真的有不正当关系的话 显然 死者的存在 对于这个管家 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这个邮差的身份呢 比较的特别和神秘 我展且把它设定为 和这个古堡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 某个利益争夺者 这两个人眉来眼去的 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首先是死者的死亡的方式 它是被书柜倒下以后砸中后脑 在现场我发现了书柜旁边有三根木棍 应该是属于一个挂衣服的架子 这个架子在这个案件当中 到底是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它会不会就是一个 即将倒下的书柜的支撑点 我觉得这个案发现场是错综复杂 歌词 一本图书看到第八页 一首歌谣唱完第四句 这是什么 还是那个打翻的咖啡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咖啡渣 还有这个糖 这是在白油柴的房间发现的 这是一个孤儿院的照片 这张照片非常的诡异 所有东西都很模糊 只有小白的这个形象是很清晰的 我数了一下 一排做了八个小孩 在真公爵之前 可能已经死了两个了 天呐 在座的各位 除了我 刚好是五个 你是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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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真的 那他是侄子 他是谁 他们有相同的胎记 他跟真公爵 我觉得是有兄弟或者是某一个关系 是侄子 是侄子 人所真公爵 男肺结合 病情已无法挽救 九岁的时候 他的病情奇迹般的全 而且我们这个年代 肺结合是不可能治愈的 对 他时候真公爵已经死了 后来找了一个九岁的孩子 跟他一样的 对啊 就来做寄生嘛 我是老公爵的女儿 我们还原一下 他应该是进到屋里之后 把门反锁 然后用后面那个凶器 砸他的头 砸完了之后 在他的衣摆上面 抹到了血痕 再把这个放回去 再造成他一个 压倒的这个假象 个人认为 能够把书架弄成那个样子 而且要拿起那么重的铜器 去砸一个人的后脑勺 对 女孩子是做不到 所以在这当中 站起我们排除两个女士 还剩下三个男的 我在想每个人的这个杀人动机 我开始有一点想排除掉魏管家 那是他的亲哥哥 而且他知道 但是呢在魏管家的日记里面 有表现出强烈的对哥哥的不满 他并不知道哥哥要把这些东西要给他 他表现的是为了一些财产 连亲情都不要了 其实魏管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撇清嫌疑 从白油差来讲 他其实本身是想偷到了这个家族的戒指之后 假扮侄儿 我是骗的 同时骗到荣大小姐 他们两个杀鸡是一样的 就是只要他一死 顺位下来的男性继承人 作案嫌疑最大的就是你 作案动机最强的也是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行了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行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是狗头侦探了吗 因为我跟你说 但是我们不迷糊 你知道吗 我们很清晰 那为啥呢 为啥 我就觉得是他